Sony 日前終止了長達 18 年的 PS2 的售後維修服務 也讓這款一代神機正式成為了時代的眼淚 但是今年有不少當時的遊戲大作陸陸續續 HD 化釋出在新平台喔 來看看今天有哪一款神作要回來和大家見面吧 鬼舞者是卡普空於 2001 年在 PS2 主機上發售的一款動作冒險遊戲 當年以出類拔萃的爽快動作極見感 即請到知名演員金城武擔任主角模特兒堅身優 而使其成為一時非常具話題性的遊戲作品 近期也確定將會在 PC、PS4 和 Xbox One 上推出遊戲的 HD Remastered 版 讓玩家能夠再次重溫這款大作 這次除了有家畫質高解析度提高之外 遊戲還支援了類比搖桿控制的操作方式 玩家能夠在戰鬥的過程中體驗到更加流暢的操作性 同時也加入了初始就能選擇的簡單模式 就算許久未玩或是剛加入的玩家 都能夠在短時間內上手 遊戲預計於 2019 年 1 月 16 日正式釋出 而這次也加入了繁體中文字幕讓玩家們選擇 有興趣或是想回味經典的玩家們 到時可千萬別錯過囉